好吃的蚊子 小而不用大條 為了好大家中心實在 邊臨著整的台灣原生真紅蚊子 在山頂安靜社區就由蚊蚊子的外棟 讓民眾親身露餐來體驗 雖然現場天氣是相當的冷 但是大家也是充滿熱情 一點也不會覺得冷 很像是有的時候我吃的番薯都通常是大的 今天呢 今天有大大小小的番薯 很有趣 其實我們在一般外面看到的地瓜 都就是我們一般我們所見的 就很普通的 看到這種有大有小 好像落花生的這種地瓜 好像第一次看到 而且只有這邊才有 它是蠻珍貴的 從來社区信員警察的泰國演出 加上總管的山頂 是希望大家提起雙雞還是手雞仔 來記錄這段地獄的外面 我們岩鎮社區的地瓜 它綁起來就是這麼漂亮 雖然大家在六番薯農的端子 提供百番薯的家裡 其實很多鄉親全都不知道 我心情紅蚊子鎖到什麼樣 心情連食也不要吃過 福卡在社區青年的提供之下 光是在酒店山頂可以看到紅蚊子 不然大家落到第三 還可以看到 去年就是他最後一個人栽種的 他說說他今年不要種 然後我就鼓勵我們的社區 用社區的力量 然後去鼓勵我叔叔跟神神 他們兩個人下去種 然後好家在今年他就只有這兩個人種 現在就是我們要把它發揚光大 利用社區的力量把它推廣出來 那也希望說我們這個原生特有種 能夠在每年都有可以延續下去 無論是黑蚊子白蚊子還是喝好茶 可以來園典社區參加這南地的產品提供 大家都算了最多開心 但是完成真黑蚊子一年到新三一次 所以想要參加的民眾 明年就來探早囉 即將煮入廠佛東